- 字幕君 哈囉大家好我是蓋一 今天帶來新手必學的兩招花式跳繩 側擺繩以及鬥牛勇士士 這兩種花式跳法可以說是所有花式跳的前身 把這兩招學好會讓之後的跳繩之路更加順利喔 當然如果你的基礎前跳還沒有練習好的話呢 可以點畫面的右上方 先好好把基礎前跳練習好之後 再來學習花式跳繩 首先我們先來練習側甩繩 常見的側甩繩分為單邊側甩繩和雙邊側甩繩 流差的側甩繩呢關鍵在於你手的位置 當你在做單邊側甩繩的時候呢 記得要這樣的移動的這隻手呢 移到對側手的上方 假設你將繩子向左側甩 就必須讓右手在左手上面 做完一次甩繩後 在繩子過頭頂的瞬間 將右手移回右邊 剛開始呢我們可以先利用踩繩來做練習 左邊一下 然後再換到右邊一下 慢慢的呢我們把動作做到越來越順暢 之後就可以加入基本前跳 在做側甩繩時有一些小技巧要來教大家 第一有意識的控制大拇指的方向 在基本跳繩教學中有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大拇指的位置 當我們在跳繩時 繩子會順著大拇指的方向運動 良好的手腕運動就像你在挖冰淇淋一樣 會讓大拇指自然的畫圈 如果你的側甩繩常常會沉在一起 你可以試著再做側甩繩 控制你的大拇指方向 舉例來說當你在做左側擺繩時 將你的右手移動到左邊後 做一個挖冰淇淋的動作 拇指向下向後向上做一個180度的旋轉 你會發現突然之間繩子的慣性流暢許多 同樣左手移至右邊時 向下向後向上畫一個半圓 剛開始練習的時候 可以先把動作做大並且放慢速度 順暢之後再慢慢縮小 手臂擺動的幅度 盡可能的在下腹前完成手部的動作 學會單邊側甩繩之後呢 接著我們來練習雙邊側甩繩 不同於單邊側甩繩的是手的位置 假設你第一下甩繩又從左邊開始 就要將我們的右手移動到左手下方 甩一下繩之後 兩隻手順勢一起帶到右邊 同時保持著左手在上、右手在下 再甩一下繩的同時呢 再將你的左手回到身體左側 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一二三 一二三 同樣我們可以先做踩繩練習 先把動作做大並且放慢速度 手練後再慢慢縮小手臂擺盪的幅度 盡可能的在胸部以下完成手臂的動作 手練後就可以加入基本前跳囉 那另外呢這邊再提供幾個不同的招式運用 給大家做參考 2 26 3 ustain 學會側擺繩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來學習非常帥氣的 鬥牛勇士士 鬥牛勇士士 是一個利用側擺繩 加上前手交叉 做出猶如鬥牛士般帥氣的樣子 首先呢我們先做出一個 側擺繩的動作 但是這次我們將移動的那隻手呢 移動到對側手的下方 假設你是移動右手 那我們就移動到左手下方 做一次甩繩 一次甩繩完之後呢 我們將右手 停在原地 然後將我們的左手移動到身體的 右側 同樣我們先利用踩繩 來將動作做到順暢 先把動作做大並且放慢速度 手練後再慢慢縮小 手臂擺盪的幅度 盡可能的在胸部下完成手部動作 手練之後呢 就可以加入基本前跳囉 那這邊要注意的一個地方是 你的握把跟身體的位置 盡可能的維持在差不多的地方 當你在做正跳的時候 盡量收緊你的手肘 讓握把在身體兩側 當你在做交叉 前手交叉跳的時候呢 盡可能的向外延伸 在做鬥牛勇士試試 如果握把距離落差過大 就無法將繩子控制在一樣的長度 容易拌到腳或是勾到自己的身體 另外鬥牛勇士試對於大拇指方向性的需求 會比側甩神要來的更高喔 很多人在做鬥牛勇士試時 常常因為沒有辦法順利跳過 而讓小腿越勾越高 但你只要有好好運用大拇指的方向去帶 就會順暢許多 前手交叉時 拇指去做一個向下 向後 向上 畫圓的動作 左邊甩一下 交叉 跳一下 但你在移動到右邊的時候呢 我們順勢 把你的右手移動到左手上方 然後在甩神回來的同時呢 將你的右手回到身體左側 完成一次性連續的鬥牛勇士試 再讓我們慢慢的做一次 左邊甩一下交叉跳一下 右邊甩一下交叉跳一下 左 跳 右 跳 左 跳 右 手練之後呢 就可以慢慢的增加速度喔 HK 跳 跳 就再跳 跳 跳 兩 左 右 右 以及鬥牛泳試試 影片中示範使用的跳繩是 TeamJone的節拍宣言跳繩以及花式跳繩 有興趣的朋友呢 連結我會放在影片下方的說明欄 以及字頂留言 趕快購入一條自己喜歡的跳繩 來跟我一起對抗地心引力吧 那之後呢我會再帶來更多不一樣的 花式跳繩教訓影片囉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我是Diengai 下次見 掰掰 有關影片下方留言給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